美鳳和李尚福落马之后 中共在先整军运动 美国智库报告 新冠损失18万亿 需向中共追责 专访中共高官眼中的底层百姓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 中国禁闻 重庆遭遇洪水袭击 一些地区出现河水倒灌 房屋被淹 其中电江县部分路段积水深度 约达两米 还出现了泥石流冲毁房屋 当地防汛救灾指挥部 11日通报 截止到当天下午1点50分 已经有6人死亡 其中4人因地质灾害死亡 两人是溺水死亡 这是中国近期频繁发生的洪灾当中 官方罕见地主动公布罹难人数 不过数字是否真实 外界还存有疑虑 重庆市水利局通报说 长江上游干流加陵江流域 7月9日到12日将出现入训以来的最大过境洪水 长江水利委员会则称 三峡水库将分别在11日下午2点 晚上6点各开启一个泄洪孔 进行今年的首次开闸泄洪 预计三峡水库泄洪将导致长江中下游地区洪灾 进一步加剧 中国油罐车混装夜用油和食用油的事件 引发的食安疑虑和社会舆论批评浪潮继续高涨 7月10日货运平台发货帮 突然下架了货车轨迹查询功能 大陆网友讽刺说 当局用这种方式把问题解决了 新京报7月2日独家披露 油罐车混装丑闻之后 有媒体根据报道披露的油罐车车牌号码 在货运平台查到大量油罐车轨迹的数据 并且从中梳理出多家涉事企业 使舆论不断发酵 大陆媒体形容发货帮APP的货车轨迹功能等查询工具 在油罐车混装事件中大放异彩 对调查涉事有罐车轨迹和部分食用油流向 犹如天眼一般 发货帮是一个聚合货主和货车司机的平台 以撮合交易为主 货主可以付费查询某一辆货车的行车轨迹和运单情况 最长追溯期可以达到半年 由于油罐车事件发酵 7月9日这个功能被大量访问 发货帮紧急限制查询需求 对数据来源、数据用途和授权都提出了要求 到10日就干脆下架货车轨迹查询的功能 大陆网友纷纷讽刺说 问题解决了、轨迹都没有了 一切都没发生似的 接下来请您收看今天的时事禁闻 三中全会前夕 中共采取了一系列的加强管控军队的举措 即宣布两名前防长落马之后 军委又印发文件 要推进全军的政治整讯 持续整顿思想、整顿用人 分析认为中共担心军中有人谋反 先下手为强以防患未然 7月10日 党媒称中共军委印发 关于推进军队政治整讯的决定 要求贯彻所谓习近平强军思想 政治建军方略及军委主席负责制 持续整顿思想、整顿用人等 专家认为军委印发文件 或许与中共前国防部长 魏凤和、李尚福等落马军中高官有关 2012年11月 习近平刚上台就授予魏凤和上将军衔 2015年又提拔他担任火箭军司令 2018年3月又任命他国防部部长 而李尚福2014年任总装备部副部长 2023年3月获任国防部长 如今二人都已落马 蓝述说中共是枪杆子里面出的政权 它也只会用枪杆子来维持统治 分析认为三中全会召开在即 中共为确保万物一失 印发文件来震慑军队 中共最怕的就是有在军队里边 有人有谋反的那种心理 以前他们对军队其他的部门 都控制很严格 认为他们想造反也没有这个能力 后来发现了中国军队高层 比如像火箭军这些人呢 他们认为他们控制不住 专家指部分军中将领 对党魁的治军方针 以及对台对美战略不满 所以党魁要整肃这些人以消除后患 习近平这些人就是所谓的野心家 跟他们不是一心的 是有可能要造他们的反 所以他们就先下手为强 就把这些人都给整肃了 2023年下半年习近平掀起新一轮的整军运动 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装备发展部及国防部的高层几乎全部被一锅端 而最近半年来又有12名将军 5名军企高管被棉 仍涉及火箭军军委装备发展部等相关军种 6月27日 李尚福和魏凤和二人被开除党籍军籍 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两人的一些罪名基本一致 而魏凤和还设计一个罕见罪名忠诚诗节 李尚福 魏凤和落马前夕 6月中旬习近平在陕西延安召开会议 要求落实政治建军方略提供政治保证 枪杆子要掌握在对中共忠诚的人手中 他就是想把这个军队对他们不满意的都给挖出来 《大纪元时报》曾获得内幕消息 习近平很相信古代预言 推背途中预示 他可能遭政变兵变死在任上 预言中有弓箭 他认为与火箭军有关 因此整肃火箭军 美国一家重要智库发报告指出 中共病毒大流行 已经给美国造成了价值超过 18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报告评估中共当局 咄咄逼人的反对诚实透明和问责的行为 才是新冠大流行最直接的根源 并且建议向中共追偿 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旗下的 中国和新冠疫情无党派委员会 7月8号发表报告让中国承担责任 报告评估 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 单是美国就有110万人因新冠病毒死亡 再加上收入损失 慢性健康问题 心理健康问题 教育损失等 截至去年年底 这些损失总价值超过了18万亿美元 报告称 尽管北京不是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唯一责任方 但中共在病毒及其传播的问题上 一直在积极地咄咄逼人的反对诚实 透明和问责 这是中共所独有的 中共当局的这种行为 才是新冠疫情大流行最直接的根源 也蛮不准报道 已经抓捕执行的人 还要撩毁证据 这一系列的手段呢 都给新冠的流行造成了这个结果 它肯定是有责任的 报告记录了疫情大流行中的几个主要事实 这些事实与中共传播的说法相矛盾 委员会发现现有证据表明 疫情的起因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发生的疫情 与研究相关的事件 而不是来自武汉市场上出售的野生动物 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生物安全缺陷 没有改进 武汉病毒研究所内的几名科学家 在2019年秋天生病了 据报道 这些科学家表现出与新冠 或常见季节性疾病一致的症状 报告还关注了改变世界的七周 从2019年12月开始 最少有七周的时间 中共官员本可以展现诚意 并履行其国际承诺 努力防止国内流行病 演变成全球流行病 但他们始终不这样做 反而极力掩盖消息 压制吹哨人 延迟发布病毒序列 禁止分享第一线医护人员感染的关键数据 声称病毒不会人传人 报告认为 中共当局及其附属机构 可以而且应该 对他们在疫情大流行中的 疏忽和独职行为 对美国及其人民造成的损害 承担责任 前几年还有国家非常急切地 想要向中国政府追责 但是最近两三年呢 基本上没有下一步的说法 似乎大家对这个新冠疫情 对大流行已经忘了 没有谁在提中共的责任问题 我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现在美国重新提出 向中国追责 这是个非常好的做法 报告给美国国会和白宫提供了多点建议 包括呼吁国会建立一个包括两党成员在内的新冠委员会 通过生物安全法 限制美国政府和供应商 继续和与北京有关联的令人担忧的生物科技实体做生意 由于美国的外国主权豁免法案规定 除一些特殊情况 外国政府不受美国和各州法庭的司法管辖 因此报告建议国会寻求方法 扩大美国联邦法庭的司法权 以通过美国民事诉讼 让中国的个人或机构负责 传统基金会对美国公共政策制定有长远关键影响力 被视为美国保守派领导智库之一 而中国和新冠疫情无党派委员会的主席 是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里夫 成员包括多位川普政府时期的高级官员 以及前克林顿政府的白宫官员杰米·梅泽尔 梅泽尔透露称 传统基金会的新冠委员会 已经开始和国会成员商讨 执行报告中列出的建议 他说委员会有理由相信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会看到可观的进展 专访中共高官眼中的底层百姓 中共官方宣布中国全面脱贫 迈进小康了 原某省的正厅级官员周先生 最近接受禁文专访 曝光中国人活得很艰难 再过若干年也达不到小康 周国刚退休前是国内某省的正厅级干部 长期担任省职机关副厅级单位一把手 经常下乡扶贫 他透露 前总理李克强说 中国有六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一千元 不仅是大实化 而且实际情况更严重 原来我是对这个农村这个扶贫这块 有没有折印 去考察这个 所以到全国各省 农村考察 我去了很多省 都是很贫困 都是很贫穷 都是在汶包都有困难 就是偏远农村 叫的山区 就是很贫困 包括这个房子啊 都是这个草房子 不过这些真实情况一般人看不到 只能看到党媒吹嘘的所谓脱贫奇迹 普通人呢 他主要是被洗脑洗的 只能看到中国的一片大好形势 因为电视上都是宣传正能量 你富的一面是不准报道的 你一报道就抓你 就看不到富的一面 所以普通人被洗脑洗的 那么在位的人啊 一把你清晰你是清楚的 他嘴上不说 那也不敢说呀 你再觉得中国这种现状 再过若干年也大不了 国内这么少话就被抓了 中国刚还了解到 有些乡镇已经开不住工资 地方需报财政收入债台高筑 就是1718年的时候 我还在位 有时候下去 到县区县长 县委出去了解了 你问一问啊 你看一把你县区 他的财商收入在四亿到六亿之间 普通县区 当然就是正常的 当然也有好的高的 虽然正常的 他报的时候 一般就报到20亿到25亿之间 我说你为什么保证大的虚质 你这不坑自己吗 他说不行啊 你收入不搭这个资料 当局还不断要求吸引各地招商引资 但周国刚透露 县长告诉他这也是造假 我说外商你这个能有 他说也没办法 就是我们在每个县 在国外就有人 都做省医 让我们把钱打过去 完了他打过来转回来 让我循环 意向协议 我说这不有损失 他说当然有损失了 没有办法 去你意向协议 早上引子了 没有资料 中国真的全造假 哎呀 没有办法 所以说这个总结 出来的敢说也说实话 你在国内 你就停着看了就完了 所以中国的机器民 究竟是能不能在全世界排第二 我也在怀疑 你们这些素质都不准确的 周国刚透露 当局推行所谓的共同富裕 要大企业捐款 但其实企业捐的钱 基本都冲入国库 贫困的百姓并没有拿到 现在中国人的处境很苦 哎呀 中国人的处境在官场上就这样 下级见到上级点都还要的 他为了借点口粮 为人家工资 为了待遇 而且还要生钱 也没有办法 老百姓就是被洗脑洗的 觉得国内形势变大 好 对一些知识界的学生等等 他就是采取一种高压 消除扎印 所以中国人还是挺可怜的 中国现在已经解禁别标签了 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重庆几十位维权人士5月20号聚会 庆祝台湾总统赖清德上任 但随即就遭到当地公安的抓捕拘留 一个多月过去 抓捕行动还在继续 7月4号 当地知名维权人士陈明玉也被抓捕 一周过去仍然未获释 上海维权人士郑恩宠 日前因在网上转发所谓的敏感信息 被网络服务商断网 多次拨打客服电话 都无法解决问题 中国新公民运动发起人徐志勇 日前被曝在狱中遭受虐待 7月10号 徐志勇博士海外关注中心 发起联署行动 致喊中共人大常委、国务院、最高检察院 最高法院等单位 要求山东鲁南监狱停止虐待 目前已有10个人权团体 和20多名维权人士参加联署 北京基督教西安教会的一群年轻人 7月7号 礼拜日聚会时遭到警察查处 在场所有人都被问话和登记信息 还有人被带到派出所询问 其中一位名叫周思瑞的女孩 7月9号被送到海淀拘留所 行政拘留14天 英国媒体日前披露 中共遥控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年轻专业人士 要求他们学习党的文件 缴纳党费 并且为中共做宣传 美国专家表示 中共此举有双重用意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在中美紧张关系日益加剧之际 中共加强了对居住在美国的年轻专业人士控制 这些人在出国前就加入了中共组织 现在中共要求他们忠诚 并为中共进行宣传等 根据金融时报对10名在美国学习或工作的 中共党员的采访 中共对他们提出的要求 包括参加网络研讨会 在美国同行面前宣传中国形象 向共产党缴纳党费 研究从中国发送的政治材料 还有向共产党官员定期报告表达忠心 中共中央2019年下令 要求海外留学人员 至少每半年与党的组织联络一次 一年后 共青团也要求7400万名 14岁到28岁的青年 在海外留学期间定期报告个人情况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 夏威夷联合情报中心的前行动主任 卡尔·舒斯特对新唐人表示 这凸显了习近平对中国人接触西方文化后 抛弃共产党的担忧 舒斯特表示习近平深知 人民已经对共产党失去信心 共产党的统治岌岌可危 舒斯特指出 中共控制在美党员的另外一个目的 是将他们当作中共和西方政治战争的马前卒 他说这是中共三战策略的实际应用 所谓三战策略是中共军队2003年12月提出的 三战指的是舆论战 心理战和法律战 三战策略被纳入中共军队的教学计划 共军总政治部联络部 中共外交部和统战部是负责三战的机构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劳拉·杰克逊表示 三战旨在破坏国际机构 改变边界 颠覆全球媒体 而这一切都无需开一枪一弹 苏斯特表示 在这场中美政治战中 那些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中共党员们 就充当了中共政府的前锋代理人 据估计目前有一万名中共党员 在美国学习或工作 虽然这只是美国540万 中国侨民中的一小部分 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顶级大学 或在一流企业中担任重要职位 苏斯特认为 这对美国而言非常危险 金融时报说 受访者表示 他们已经按照中共的要求 在公开场合发表了对中国正面言论 并且 他们在申请赴美留学或工作签证时 都隐瞒了自己与中共的关系 事实上 美国法律有针对共产党员的严厉条款 美国移民和国籍法规定 共产党员及其附属组织的成员都不得入境 1950年通过的内部安全法 也对密谋在美国建立极权独裁政权 以及非法传播或接收机密信息 设立了刑事处罚 大动民众说 现在夏天不设计度 高温就是发大水 都是中共的恶行招致的 他们声明退出中共组织 来看这一期的三退声明精选 河北的纳广福说 现在中共作恶多端 老天都看不下去了 一到了夏天不是极度高温就是发大水 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再看看社会上 有工作的透支身体 没工作的招不保息 身边弥漫着戾气 人与人之间没有亲爱 只有怨仇 这样的畸形党国 为什么还要留存于世 快点完蛋吧 声明退出中共团队组织 大陆的杨山说 我对神佛一直比较相信 共产党是搞政治的 杀了很多人 欠了很多命债 加入它的组织 就会跟着一起倒霉 所以我郑重声明退出之前加入过的 共青团和少先队 不跟着它一起倒霉 好的观众朋友 我们这一期的中国经文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